雅南,我不仅仅喜欢你的外表,而且还很喜欢你的内在。 我从来不介意女生比我高,我也不介意女生的事业比我好。 我真的很感动,可是祖兰,我介意啊。 如今,大家对娱乐圈的情感问题,那可算得上是格外的关注。 例如,王宝强和马荣,文章和马依黎,陈宇凡和百百合,贾乃亮和李小璐,可谓是都闹得整个娱乐圈是一阵沸沸扬扬。 那么,和这些人相比,那些结婚多年,感情一直很好的模范情侣们,也就显得格外令人羡慕了。 而王祖兰和李亚南夫妇,这对最美身高差情侣,正好就是娱乐圈的一个美谈。 如果到最后你还是选择我那个是真爱,如果是因为没有选择之下, 才选择了我的话,那那个不是真爱。 好多人都知道王祖兰老婆李亚南,是华裔小姐冠军,拥有天使面孔,魔鬼身材。 但王祖兰自己,又矮又丑,感觉和李亚南完全不搭,论身材,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 李亚南身高175厘米,王祖兰只有163厘米。 讲家底,李亚南完全不输王祖兰,李亚南家庭环境很优越。 而初始李亚南时的王祖兰,是个儿童节目主持人,事业未成功,还每天半瞅作怪。 大家都知道很多玄美小姐,大多数都嫁入了豪门,因为豪门的公子,一般都追求一些比较漂亮的,身材比例非常好的美女。 所以玄美小姐肯定是她们关注的焦点了。 李亚南长得非常漂亮,身高175厘米的她,连续两年获得华裔小姐冠军,之后进入到了演艺圈,出演了很多电视剧和电影,平时还担任模特广告代言等工作,事业发展也很多元化。 后来在一个聚会上,李亚南认识了只有162厘米的王祖兰,谁都不会想到,王祖兰一个靠喜剧出道的谐情演员,个子不高,名气也不大,最后会跟李亚南在一起。 但奇迹就这样发生了,而且李亚南非常的爱王祖兰,两个人的感情很好,相爱了很多年之后才结婚,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。 因为身高差问题,王祖兰和李亚南在做节目室,自然跑不了经常被问走到一起的原因。 在一期吐槽大会节目中,李亚南是这样回答的,他说,世界上没有比他更矮的男人了。 结果,惹得观众们哈哈大笑,接着李亚南又说了他的后半句,他补充说,因为他更值得我去爱。 最近两人以夫妻荡的形式参加了真人秀做家务的男人,将最真实的夫妻相处生活曝光在大家的视野中。 也就是看了这个综艺,才真正懂得作为选美冠军的李亚南。 为什么会选择与自己有着巨大差距的王祖兰? 虽然王祖兰对于家务并不是一把好手,但他是一个细心的男人,对于家务等尽管不熟悉, 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到最好。 而如今的王祖兰自己开了公司,自己做CEO,加上之前迎娶了白富美里亚南, 王祖兰算是真正走上了人生巅峰。 现在的王祖兰,开始牵艺人,大搞内地市场, 实现了咸鱼翻身,屌丝逆袭,给很多奋斗中的年轻人树立了一个自信的榜样。 我选择王祖兰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像王祖兰那么矮的男生了。 而且值得我去爱。 李亚南说,祖兰虽然没有我高,但志气比我高,可能有小就开始独立。 男人该有的志气,他有,而且又能够脚踏实地,已经是最大的优点。 作为女人,钱财我都有了,而我最需要的,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王祖兰对李亚南说, 我没有六尺高,我却会带你好。 其实,真的好男人,从来无关样貌,身高,家底,有颗坚强,包容,上进的心, 有颗真正爱你的心,这样的男人,才值得女人托付终生。 一个能为自己心爱女人付出一切的男人,遇上一个理解欣赏自己的女人, 这应该就是我们想要的完美爱情吧。